首先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峰会 然后我也很高兴 然后作为Tomcat这样一个主题的这样一个讲师 然后来介绍今天的我们这样一个题目 就是GuaVM静态编译在外部容器领域的这样一个应用 然后我是姚子浩来自阿里云 然后我今天的这样一个分享的话 主要就从这三个部分进行一个展开 然后第一部分的话 在介绍静态编译在外部容器的一个应用之前 我们还是简单回顾一下 就是非静态编译下 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个常规的一个Java外部容器的一个运行的一个过程 然后就像这个PPT这里展示的这样 我们正常的一个Java的这样一个应用 然后从编写代码到打包到运行过程 其实就像这个PPT介绍的这样 首先我们是写一个点Java的这样一个原文件 然后我们通过JavaC 然后去把我们的这样一个原文件呢 去做一个打包编译 然后编译成点Class这样一个字件码 然后运行过程呢 就是说我们的一个虚拟机呢 去加载我们的一个字件码 然后去做一个解释之行 然后或者是在解释之行之后 可能有的同学会听过有一个GIT这样一个概念 就即时编译 对我们那个代码的热点代码进行一个即时的编译 然后这个呢 就是一个Java的一个应用的这样一个 从编写到部署运行的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这个过程里面呢 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字件码的这样概念 让我们的一个Java外部容器或者Java应用 然后能够实现就写一次 然后run every file 然后让我们的一个应用呢 实现跟平台无关 这个是它的这样一个设计的这样一个优势 但是这样一个优势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就像刚才主持人同学也简单介绍了 就是我们一个Java的程序啊 有的时候我们写一个很简单的这样一个demo 可能代码不多 逻辑也不复杂 但是它的一个启动可能短折 就是几秒钟啊 或者是十多秒钟 然后它的一个内存占用呢 可能就是几十兆到上百兆不等 然后这个呢 对我们的一个在云原生时代 就是我们的一个应用 要快速的这样一个扩收容 然后快速的一个拉起 其实是非常不利的 然后它这个原因产生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现象产生的原因呢 就是像这个PPT这个图当中介绍的 在我们刚才第一页的PPT里面 我们的一个字件码的一个Java应用嘛 然后被虚拟机去加载执行 的过程其实就像这个PPT这样介绍的 首先第一部分呢 它首先会有一个虚拟机启动的这样一个过程 就像这个图当中红色的这一块 它会首先我们的一个加卧程序 没执行之前呢 我们会把一个虚拟机 加载到我们的内存里面去 然后它会有一定的时间 然后当我们的一个虚拟机 加载到内存里面去呢 然后它就会去做我们的一个内加载 就是我们的一个应用程序的一个加载过程 然后就像这个图当中 这个浅蓝色的这个class loader这样一个过程 它会把我们的一个应用程序加载进去 然后加载进去之后 我们的一个GVM会对我们的这样一个程序 就开始了一个解释执行 这里要注意它是解释执行 它不是编译啊 它就是就像一些像前单的语言一样的 我们浏览器去解释执行 它首先就是对应这个浅绿色的 浅绿色这个部分 它是一个解释执行的过程 当解释执行产生 然后我们的一个程序就运行起来了 就可以处理请求 处理请求的过程中呢 它就会有一些垃圾回收 就是代表 就是像这个图当中黄色的这样一个部分 它GC嘛产生 会进行一个垃圾回收 然后垃圾回收过程当中呢 当我们的程序逐步地运行 有一些方法 一些代码断 然后它会被反复地执行 然后执行的次数很高的情况下 如果我们解释执行 这个其实它的一个性能就会比较差了 然后这个时候在我们的虚拟机里面呢 它其实就有一个叫 即时编译的这样概念 就对应这个图当中的白色 这下方的这个GIT部分 它会对我们的一个程序当中 它有一套规则 对我们程序当中 比如说一个方法执行了500次 在一个时间内 然后我们可能觉得它是个热点代码 然后我们对相关的代码 通过GIT即时编译 然后编译成这个图当中的 这个绿色的这个部分 绿色的部分呢 就是说就是跟机器强相关的 一个编译后的这样一个汇编代码 然后它的一个执行效率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从这张图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一个Java应用 从启动到它的一个运行的 一个性能的峰值 其实它中间还是会经过 比较长的一个时间 像虚拟机出实化 应用出实化 应用预热等等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Java应用 或者Java外部应用 为什么就是启动 就是比较耗时 它也能启动这个问题的一个由来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我们Java应用 为什么就是我们写一个 比较简单的逻辑 然后最终呢 它占用的一个内存 比较高 然后它的一个原因呢 其实从这个图当中也可以看到 首先呢第一点 我们的一个程序 什么都不执行 我们就会加载一个虚拟机 它这个其实也是有一定的一个 内存大小了 这一块的话 假如说用一些工具啊 比如说像NAT工具啊 我们其实可以去打印一下 我们的一个应用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一个GC本身 它占用的一个内存 或者是等等 它其实这里是有一定的内存的 然后另外一个 内存的一个 除我们业务代码以外的 一个内存的一个占用呢 其实原因就是跟它的 这样一个编译 解释执行编译的 这样一个过程有关 像我们C语言 或者C加加语言嘛 我们是在执行之前 我们会做编译 编译呢 它这个过程呢 它就有优化 然后像我们加瓦程序 它是解释执行 它首先 它是解释过程中 它把我们的一个代码 全部都会加载到 我们的一个 我们的 逐步地加载到 我们的一个内存当中 因为它不知道 哪一块代码是需要 哪一块代码是不需要的 所以说 它就会 让我们的一个应用 在运行的过程中呢 实际上加载的代码 会比我们实际要执行的代码 可能会多很多 然后这个的话 其实就是对我们的一个应用 其实就是运行过程中的 一个额外的一个内存开销 对 这个呢 就是我们 我们常规的 这个加外部应用 或加外应用 它为什么一个占用内存 比较大的 这样一个原因 对 然后 讲完了刚才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加外部应用 或加外应用的一个局限性 我们就 这个问题呢 这两个问题 有没有办法解呢 其实就 回到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 相关的一个内容 静态变译技术 它是可以能够有效的帮助 我们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的 然后 在正式介绍静态变译技术之前 我简单问一下 就是大家有没有 之前了解过静态变译的 或者是知道静态变译技术 它是干什么的 有没有 有是吗 对 其实静态变译技术 它其实 静态的一个反应词 它实际上就是动态的 就动态的 其实就是我们 像我们刚才的加瓦 它是运行过程中 动态的去 编译 所以静态呢 它实际上就是在运行之前 或者是 其实静态变译 其实假如说 我们看一些英文资料 我们可以知道一个词 叫AOT 就是 Ahead of Tent 就是提前编译 它的也有 提前编译跟静态变译 其实是 一个说法 它其实是 说的一个事情 它其实就是 在我们的一个应用 没有正式运行之前 对我们的应用 进行一个编译处理 然后运行过程中呢 我们就直接去 运行我们一个 编译好的一个程序 然后 对 这就是它的一个 相关的一个基本概念 然后在我们假如外部应用里面的 一个静态编译呢 其实 这 左边的这张图的 右半 右半部分 其实就是正常的 我们GVM的 这样一个运行的 一个方式 就是我们刚才 其实刚才也介绍了 然后左边这一块呢 就是靠近 左边这一块的话 它实际上就是 静态编译的一个 采用了静态编译技术 我们假如外部应用 它是怎样运行的 我们首先也是写 假如实际的这样一个 假如的一个代码 然后通过 假如实际编译成 其实它没有这个 编译的这样一个过程 它实际上就直接 把我们的 加外一个程序 直接编译 通过编译 静态编译 编译成一个 native image 这样一个可执行文件 然后可执行文件呢 我们就直接运行了 实际上它就跟我们的 环境是强相关的 然后运行就行了 然后介绍了 它简单的一个例子 可能这时候 可能有的 观众可能就会 有一些问题了 比如说我们静态编译 它的一个输入是什么呀 静态编译一下 我们要不要解决 垃圾回收的问题 是怎么样去解决它的 其实就可以看到 我们PPT的 右边这一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其实就是 一个静态编译的 这样一个 详细的一个解读 它的最左侧呢 它实际上就是 我们一个应用 静态编译之前的 一些输入 比如说我们的 一个应用程序 这个肯定是 必不可扫的嘛 然后另外的话 就是像我们 应用程序依赖的 一些三方库啊 然后还有一些 GDK里面的一些依赖啊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Substrate VM 这一块的话 其实就 我待会后面会介绍 它这个其实是 我们静态编译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运行室 它其中呢 它就会包括了 像一些静态的编译器啊 然后另外的话 它会包括了 像我们的一个 垃圾回收的 像一些 模块啊 像我们在 静态编译这一块的话 就是像 GWAM的话 它实际上在 原来一开始的话 它主要是支持 Serial GC 这样一个 垃圾回收算法 在之前的 社区的版本里面 然后商业化的 会支持G1 然后但是现在呢 最新的版本里面 其实在 开源的这样 社区版里面 其实也支持了 G1的这样一个 垃圾收集 对 这个就是静态编译的 一些简单的介绍 然后静态编译 它是怎么去解决 刚才的前面 两个问题呢 就是实际上 就像这个图 它这样的 静态编译之后呢 实际上它就没有了 我们这样一个 GVM的这样一个 初始化的 这样一个启动过程嘛 就这样这个 左边的红色部分 其实就没有了 然后另外的话 像这个浅绿色的部分 就是解释之型的部分 也是没有了 还有像即时编译的部分 其实也是没有了 然后像它的 内加载过程呢 它会因为 做了很多编译又化 它内加载的耗时 会比 其实比原来 会少很多 然后所以说 它其实 它最一启动呢 它其实就是执行的 这样一个 我们的一个 深绿色的 这样一个部分 其实它会让我们的一个 把我们之前的 这样一个 能启动的问题 能够得到一个 非常有效的 进行一个解决 然后另外的话 它内存占用呢 其实也是 像我们就不需要 加载了虚拟机了 然后另外的话 我们也 不需要加载 原来那么多的 这样一个类了 因为它会通过 静态编译过程 它通过 静态分析 把一些 跟我们应用 运行无关的 这样一些类啊 其实就剔除在 我们最终的 可执行文件以外了 让我们的一个程序呢 其实运行的过程中 其实就是 把我们 必须的 内容 才会编译到 我们的一个 可执行文件里面来 然后能够 让我们的一个 运行的内存 得到一个 有效的降低 然后右边呢 其实是一些微服务的框架 在适配了 静态编译之后 在启动输入的 运行时 内存占用方面的 一些 表现嘛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提升 还是非常大的 在后面 我也会 给一些例子 我们看一下 相关的一个 效果 对 然后说完了 静态编译 我们知道任何技术 其实都有两面性啊 其实静态编译 其实也是 它虽然 可以解决 我们的很多优势 但是它其实 还是有一些 目前还是有一些不足 我这里也简单 介绍一下 就是 它实际上 它采用了静态编译呢 以后呢 它实际上有一个 对我们加瓦应用 或加瓦应用 其实有一个 影响呢 就是实际上 我们的一个动态特性 使用起来 就不太便捷了 这个东西怎么理解呢 实际上就从 下面的左边的 这个图 我们可以知道 它其实我刚才讲了 我们静态编译之前 过程当中 会有一个静态分析 静态分析呢 它会通过 上下文无关的一个 指向性分析 对我们的一个程序 从入口开始 进行一个分析 分析哪些代码 是我们应该运行的 哪些代码 是不应该运行的 然后把不应该运行的 这一块呢 从我们的这样一个 就是最终的 可执行文件当中 剔除掉 然后所以说 如果它把某些代码 就是识别为 就是不需要执行呢 它可能就不会 包含在我们 可执行文件里面 所以说让我们 运行过程 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 然后这些 容易被它误理解为 不需要执行的呢 主要是一些 像反射啊 动态代理啊 然后还有一些 GNI啊 等等这些一些方面 就像右边的这个图 我们可以看到 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它会把我们 这样一个像反射的 一些逻辑啊 就是认为是 不需要执行的 实际上就从右边的图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右边图 是一个很简单的 这样一个反射的 这样一个逻辑啊 就是我们通过一个 变量 class name 其实我们就是 引用了一个 就是我们的 这样一个类嘛 然后它实际上 我们在运行过程中 我们其实才知道 这个变量是什么 正常情况下 对吧 然后静态编译呢 它是静态 它其实是在 我们运行之前 它会去做编译 这个时候呢 它实际上是 没办法知道 我们的这样一个 class name 这个变量 它是代表什么 是哪个类 然后它在 这个类里面的 哪些方法呢 是会被反射掉用的 实际上它这个 静态分析过程 它是没办法知道的 如果是有些特性 有些场景下 它是能知道 比如说我们这个 变量是个final的 这个时候它能够 静态分析 它能知道 然后它能够 帮我们去处理 所以说我刚才 讲了这个问题之后 但是其实是 有没有办法解决呢 其实也是有办法解决的 其实动态特性 就可以通过一些 比如说一些配置文件啊 都可以把我们的 程序里面的一些 动态特性可以标注 然后静态分析的时候 静态编译的时候 它会把我们的 配置文件里面的 这样一些相关的类啊 它会把我们编进去 这个是它提供的 一种办法 然后可能有的 观众这个时候就说 你假如说 我的一个应用程序啊 我们这么多类 我怎么知道 哪些是动态特性 要找出来 其实还是挺难的 有的时候 还有一些框架层面的 一些东西 其实可能对开发的 同学不太熟悉 可能没办法搞定 这个事情呢 其实也是有办法解决的 现在就是像Gravium呢 它其实提供了 像一个 Native Image Agent Agent的这样一个东西 它在我们运 就是在静态编译之前呢 我们预执行一下 它实际上就可以 把我们应用程序的 所有的 跟动态特性的内容 它都扫描出来 扫描出来呢 然后它记录在 一个配置文件里面 然后等到静态编译的时候 它就会把我们 这相关的东西 都包含进去 然后去解决 我们代码里面 一些动态特性 可能会被误识别 的这样一个问题啊 对 说完了 静态编译以后 大家可能有同学 了解过 就是Gravium 大家觉得Gravium 跟静态编译之间 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关系啊 有没有 读者 或者观众 对这一块有了解的 如果没有的话 我简单说一下 其实就是 静态编译 其实它是一个技术嘛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方法 它是去解决一个问题 但是实际上Gravium 就是对静态编译的 这样一个我们业界 非常成熟和 就是 的一个相关的 一个解决方案 它通过 对吧 它通过提供了 像静态编译器啊 然后等等的 这样一些 技术方案 然后让我们Java的程序 或JavaWeb程序 能够很简单地去实现 静态编译的 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 其实静态编译的 假如我们看相关的 Gravium的相关的文档 我们就可以知道 其实Gravium是 Java开发的一个 开源的 高性能的 多语言运行式平台 这个概念怎么理解呢 跟静态编译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就像这个图里面讲的 它其实Gravium呢 它其实是依赖于 OpenGDK的这样一个 运行时 底层运行时 然后它在中间呢 它提供了一个 静态的编译器 然后另外的 它在上层呢 它提供了一些 就是 就是解释器的一个框架 就是各种语言呢 它实际上通过 它的这个 Gravium相关的一个解释器 很容易开发 就是 框架很容易开发一个解释器 然后把我们的一个程序 就是通过解释器 翻译成 我们的这样一个 Gravium编译器 能够编译的 内容 然后就去运行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Gravium的相关的一些内容 其实右边的 就是下一个图 其实就可以看到 更明显了 其实就是说 我们的一个Gravium 它其实很核心的 它就是中间有一个 GraviumGIT的 这样一个编译器 它能够提供 就是我们的一个 静态编译的 这样一个效果 也能够 让我们的一个程序 像运行 普通的一个 加网程序一样的 这个运行 然后它也能够支持 其他的多语言 写的这样一个 程序的 这样一个运行 对 然后介绍了 刚才的静态编译呢 就回到第三部分 然后静态编译 就是朱力加外部 容器云原生化 这一块的话 首先我们 这个是一个 TomCat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介绍 其实我就 因为刚才的 前一位讲师 已经详细介绍过 我就不详细说了 其实它就是 TomCat通过 这样一个分层的架构 让我们的一个 应用能够 比较好的被托管 然后处理请求 然后返回响应 然后这里我简单的 有一个小的demo 就是现在的话 像在TomCat的 9相关版本里面 其实已经 适配了Gravium的 精态编译 相关的技术 然后能够 实现一个 开箱即用的 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这一块 不做从学能够帮忙 就是点一下这个视频 这个的话就是 我们一个简单的 一个最简单的 一个 Gravium的一个应用 我们是用的 Spring Boot相关的 然后它里面 依赖的是 TomCat这样 10相关的 一个内嵌的 这样一个版本 然后我们这个demo 很简单 就是一个 HTB的一个接口 然后这是我们正常的 我们应用启动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 用了两秒多 用了两秒多 这样的时间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一个应用程序 能不能正常的执行 我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请求 它打印出了 这样一个响应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的这样一个 Gravium的应用 它的一个运行时 内存的一个占用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它实际上用了 110兆这样的一个内存 就运行过程当中 然后启动时间 大概是两秒多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静态编译之后 它的一个运行时 内存占用和 启动时间的 这个改善情况 其实现在通过 Spring Boot的 这样一个相关的版本 内嵌了他们开了之后 然后Spring Boot通过 集成Gravium的一些组件 通过一行命令 我们就可以对我们的一个应用 进行一个静态编译了 这个其实 现在我们的一个应用 其实通过刚才的那条命令 其实就已经开始 进行静态编译了 然后它会有一些初始化 然后做一些分析等等 然后这个过程 可能稍微会花个几分钟 对 这个时候它其实 在整个静态编译过程 就是我们正常的 我们一个Gravium应用运行前 我们做一下静态编译就好了 然后直接运行的过程中 可能通过镜像的方式 通过包的方式 其实都可以比较简单的去 运行我们的一个 静态编译之后的 Gravium的一个应用 对 然后你看到这里 其实它就开始执行 我们的一个相关的 一个静态分析了 然后这个静态分析 它是比较耗时的 这样一个过程 在整个静态编译过程当中 对 我刚刚跳过来 其实用了50多秒 去做一个相关的 一个静态分析 在整个过程当中 然后后续的一些步骤 就是可能一些 编译过程当中的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 方法的解析 我们的一个 内敛一些方法 然后编译一些方法 等等 然后应该马上快了 因为现在已经到了 第六步 然后 这一块的话 其实它整个静态编译过程 其实跟我们的应用 也有关 然后有一些 比较大的应用呢 它可能编译的时间 可能会更长一点点 但是小的应用 可能会编译时间短一点点 但是这个其实 编译时间可能不是影响 我们一个应用的 一个静态编译的 因为它不需要 我们每次改了一个行代码 我们就去做静态编译 我们因为它可以 就是只要你的应用里面 动态特性能够被正常的配置 然后你假如说 不是写一些动态特性的东西 你测试其实可以 不用做静态编译的 运行的时候才做静态编译 其实我们这已经就 静态编译完了 它实际上用了两分钟 就是26秒的这样一个时间 然后静态编译完之后 在我们一个应用的 talking的目录下面 其实它就有一个 可执行的这样一个文件 然后它就是我们 静态编译的这样一个结果 然后我们直接就是 去执行这个文件 其实就可以去启动 我们的一个应用了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就 直接输入这个 它就启动了 然后这一次的耗时能 是0.17秒 刚才的话 第一开始是两秒多 然后这个的话 现在我们的一个 通过静态编译之后 让我们的一个 加外部应用的一个启动时间 就是变成原来的 十分之一还不到了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 一个程序的执行逻辑 刚才看到 其实请求能够正常地 被响应 都能够被正常响应 可以看到我们的请求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应用的 运行时的 这样一个内存占用 可以看到 一开始是110.7兆 现在只有30兆 然后在启动 在运行时内存占用方面 其实通过我们的 静态编译的这样一个方案 能够让我们的一个 加外部应用 能够得到一个显著的 这样一个改善 对 然后 最后呢 刚才其实是一个 比较简单的单毛 加外部应用 像现在的话 静态编译这个 相关的一个技术呢 其实在加外领域 或者是加外部领域 其实得到了很大程度的 这样一个推广和应用吧 然后像微服务这一块的话 像国内 像我们 像Spring Cloud 还有像Double 还有像其他的一些 组件 其实在静态编译方面 都做了适配 然后让大家能够比较 方便的使用 然后这个是我们测试的一些 比较复杂一些的Demo 它的一个启动时间 运行时内存占用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不光是简单的应用 复杂的应用 其实通过静态编译 在对我们的应用 做油画之后 它的一个启动时间 运行时内存占用 也都有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改善 对 然后 我今天的这样一个演讲 就结束了 到这里 然后最后还有几分钟 然后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的 我们看有没有问题 想问 这位 你好老师 感谢您这么详细的解释 这个Grovia 因为昨天的话 其实我也参与了 这个阿里云 那个Double的一个会议 然后是当时那个也说到Double的话 也那个最新版 也其实使用了大量的 这个Grovia 这个相关的东西 然后当时他们 有提到一个暴露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您也讲到 就是这个和反射相关的 就是这个 Grovia在去启动的时候 可能会去自动做些扫描 但是可能会有 Eload的一些项目 我不知道就是 咱这边 那个像您那边 那个阿里云 那个相关的一些团队 对于这方面 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一些 那个 处理措施 或者说是一些 应用的一些实践呢 这一块的话 我可以分享一些 就是内容嘛 反正第一点呢 就比如说像刚才介绍的 就开源这一块 就Grovia 它本身提供了一个 Native Image Agent 它能够帮助我们 去做一些应用的扫描 但是它有个条件呢 就是说扫描的过程中 要把我们的一个代码覆盖率 要能够保障 它才能去 因为它是通过一些埋点嘛 监控我们代码执行 然后去识别当中的一些 动态特性 然后去写到最终的 配置文件里面去 这是第一种办法 然后第二种办法 第二个方式呢 我了解了 就是像Spring嘛 本身它其实是做了一些 相关的事情的 它通过像Spring里面 有很多的动态特性 然后它通过AOT Engine 它有个相关的一个引擎 它在我们的一个应用 就是做静态编译之前 它会把我们的一个 就外部容器拉起来 然后对里面的一些 动态特性呢 它会去做一些解析处理 然后它其实就是 它也是一种运行 也是一个域执行的过程 只是说看起来 跟我们的静态编译的阶段 是连在一起的 让大家感觉好像是 没有做什么 它其实也是把我们的一个容器 也拉起来 去识别当中的一些 动态特性 去做一些处理 这个也是一些办法 比如说一些框架嘛 有一些框架 它要去做动态编译的 一个静态编译的 这样一个适配 它可能可以通过 借鉴这样一种思路 通过一个插件啊 然后让我们在静态编译之前 把我们那个代码弄起来 弄起来之后呢 然后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拿到你的代码 很多详细的信息了 然后把一些 就是静态编译器 它无法识别的东西 你可能要做一些调整啊 做一些处理 有的是写到配置文件里面去 有的代码可能要做一些替换 然后去实现 就静态编译阶段 能够把我们那个代码 都给识别起来嘛 这个其实在 这是在框架层面 但是其实我们的 一般的业务这一块呢 其实我们的一个应用 其实我理解啊 一般的话 业务里面除了 引用一些中间件 中间件本身要 只是那边 业务代码 其实相对来说 动态特性 可能用的不是那么的多 相对来说 因为我们主要都是 基于框架嘛 然后像Srimboot的 它里面我们其实 基于它的规范啊 去写一些接口 其实就是 可能是 在不自发的情况下 就可能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 其实用了一些动态特性 但是框架层面 都帮我们去解决了 如果框架层面 通过我刚才说的 两种办法 去解决相关的一个问题 其实留给具体的业务的 相关的这样一个问题 就很少了 本身就很少了 就可能你自己用了一些 GDK的一个反射啊 或者什么的 你可以一开始的时候 去通过 Native Image Agent 去跑一遍 把这个东西覆盖 然后最终就维护在 你的一个架包 就架包里面 Resource目录下面 然后后面假如 你不改相关模块 你不去改动动动态特性 你可能就不需要 改这些代码 然后你假如说 开发新的接口 开发新的逻辑 你可能就写相关的逻辑 就可以了 然后进行测试 静态编译前 然后在这种商线前 你可能再做静态编译 跑一遍 如果跑成功了 就是没问题嘛 如果失败了 可能再做一些处理就好了 对 好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分享 然后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您刚才说 就是有一个 它代码编译过程中 会有一个比较耗时的 分析阶段 然后这个分析阶段 它现在有没有一些 加速的手段 比如说把上次的 分析的结果缓存下来 然后下一次 比如说我只改了一行代码 它就不需要从头到尾 做一个分析 用这种相关的机制 现在这一块的话 因为你的一个代码 它其实是 现在其实它 我了解的暂时是没有的 其实你这样做的话 其实它可能就需要去 把一些中间的变量 中间的一个编译的结果 存起来 然后还要去给你新的代码 去做比较 什么之类的 然后才能去实现 这样一个效果 但是我其实 想说的一点呢 其实我觉得 因为我刚才已经讲了 就是静态 编译这个过程 本身应该不是 影响这个技术 去使用的 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讲了 就是我们不是 每次改动一行代码 我们就要去做 一个静态编译 然后去验证 我们的逻辑正不正确 我们只有改了 动态特性的 比如说框架层面 你首先跑一遍 框架都支持静态编译 没有报错 啥的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 我们业务代码本身 有没有一些 动态特性 如果有的话 我们做一些处理之后 后续我们去改 我们的代码 其实如果没有 改到相关逻辑 我们不需要去 跑一遍静态编译 整个过程的 可能我们就正常的 我们启动 我们的加文应用 去验证我们的逻辑 是不是OK 然后都验证好了 开发好了之后 再去跑一次 静态编译就行了 对 所以说 我就回答两个点 第一块 这一块我了解的 我本身了解的 可能现在是没有实现了 就是刮网人们这一块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说可能 静态分析这个东西呢 不是制约这一套 这项技术 得到应用的 这样一个问题 对 然后就是 像您刚才说的 就是 现在静态编译的输入 就必须是 Java的代码 对吧 对 你Java的程序 肯定要包含在里面 不让它 对 如果说我 比如说有一些程序 我现在只能拿到 Java 不能拿到代码的话 就不能跑通 这个流程 是吗 Java是吧 对 比如说已经编译好的 class文件的话 你说就是动态 加载一些类是吧 对 动态加载 我们知道Java 它其实动态能力很强嘛 就是可能运行的过程中 传输一些字节码过来 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 编译解析 这种情况是 不止值的 运行过程中 收到一些 字节码 什么之类的 这种是比较 没办法处理的 因为它运行过程中 它都是编译好的代码了 都是 明白 然后就是 像您刚才说 就是它 最终生成的是一个 二进制的 可以直接跑起来的 一个 二进制 就是 二进制程序吧 然后 就是 它 自己本身的体积 就是也是不需要 做一些分层 就可以 非常小 你说的是分层 比如说分层 就比如说现在 就比如说在 刘元生环境下 有一些对于 大的那种 Java程序来说 它可能会有些 分层的手段 就是分层优化手段 比如说每次 只增量更新 某一个杂包 让它的那个 镜像缓存 就是可以生效 就是因为它本身 刀科镜像 也是分层的嘛 然后 对 就是如果说 能用上这种手段的话 是不是这些 以前的这些优化手段 也就完全没有必要 再使用 你就是多 就通过分层的方式 去解决多颗 镜像的一个 体积的问题 是吧 对 然后它这个呢 其实是说 其实在一些方面啊 其实它能够 对原来的方案 进行一个优化嘛 原来的方案 可能最终都打到 一个镜像里面去了 然后现在的话 它实际上是 通过静态编映的方式 然后去 构建一个 相关的一个镜像 然后镜像呢 本身呢 它会把一些 要纸型的东西 都编进去 然后就直接执行 这一块的话 也会有一些改善 对 OK 行 谢谢 然后还有 最后一个就是 就是现在 精彩编译之后 就以前那些 J-Stat J-Map 什么的 基本上都用不了了 然后就是它有没有 类似于 勾浪 P-Proof的那种接口 可以我 比如说 我暴露一个接口 程序运行过程中 我去抓火焰图 什么的这种 抓火焰图 或者是 Java Agent 是吗 Java Agent 像您刚才说 应该是不行了 然后就是有没有 它自己 一些类似于 P-Proof的机制 这一块的话 我了解的话 比如说 像现在有一BPF 然后本身它能够 在更底层的方式 去做一些监控 这个的话 其实假如说 这个技术相关的话 得到一个广泛的应用 其实是可以解决 我们精彩编译场景下的 一个我们的一个应用监控 还有等等一些 比如说是 你刚才说的 就是A Think Profiler 它实际上也可以 采集到一些内容 然后去解决 这样一个 持续剖析的这样的问题 但是它这里 其实 本身还在探索阶段 其实可能我了解的 其实还不是特别成熟 这个是一种解决方案 而另外的话 可能看看能不能把一些 我们的一个架包 编译进去 这个可能也是 可能也看看这个 也可以去探索一下 这个事情 对 我了解的是这里 好 行 谢谢 再问一个 大家的热情比较高 我想问一下 就是Tomcat在支持 这个精彩编译这块的话 是做了一些什么 就是可能支持 这个技术的话 Tomcat这边肯定 也有一些 就是自己要做的事情 对 其实一般的框 Tomcat是从那个 它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它文档 是从9.0.79版本 这个版本呢 它其实是做了 精彩编译的这样一个支持 然后本身的话 就是对框架层面的话 主要要做的一个事情呢 本身就是说 我们的一个动态特性 需要处理 如果有的话 需要处理 另外的话就是有一些动态的这样一些内容 比如说我们运行时才能知道的一些 就是假如这个是在Supreme 里面可能会多一点 就条件注解等等 我们需要去做一些解析 然后去做一些处理等等 然后这一块的话实际上是 我其实回答你的 是一些通用的 在框架层面 需要去做的事情 然后Tomcat这一块 因为我本身没有参与到相关的开发 我只是有一些了解 所以说可能做的事情是 基本是类似的 其实它本身要做适配 其实就是要解决这个核心问题 对